好,精彩的来了 现在我们要来动词变化一下 那么各位看 这个受试者焦点呢 它的动词变化 一样过去是 是用in的中坠 现在是 是要重叠词根的第一个音节 不要加韵尾 然后还要加上in 那么原形呢 直接加上in的后缀 如果是未来式呢 是前面要先重叠词根的第一个音节 不加韵尾 再加上in的后缀 这个是需要用一点数学运算 要记在脑海里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例子 Basa Binasa Binabasa B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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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i Bili Bini 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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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wa Ginawa Ginawa Ginagawa Gawin Gagawin Ubos Inubos Inubos Ubu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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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i Hati Hinati Hinahati Hatiin Hahatiin K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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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nin Kakainin Tanong Tinanong Tinatanong Tanongin Tatanongin Datang Batang Cain Datang Kainin Tatang HHHHHatiin Hatiin Kainin Batang Buri Tanang Hatiin Tatang Sang Tatang 那个I也可以省掉了 它不是念成Bilihin 而是念成Bilhin 看到吗 Bilhin 那还有呢 那个Gawa 因为它是有喉色音 Gawa 后面有喉色音 所以有喉色音的话 后面直接加上一个IN就可以 然而Gawa 这个词呢 用得很频繁 它不是念成Gawain 而是念成Gawin 这个连那个A也把它砍掉了 所以有一些呢 你要特别记得 它是常用的词汇 它会掐头去尾的 把一些个元素去掉 以便于发音 还有你有沒有看见 Dano这个词 你说明明写的是T-A-N-O-N-G 怎么你变化的时候变成Danoin 而不是Danoin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 也就是这个O呢 在比较词尾的地方 是比较轻松的念成O 但是如果一在比较有重音的位置 或在中间出现的时候 OOOOO就要跑出来 这也是O跟O 要互相变化 需要特别记得的地方 好 你的任务来了 现在请你把IN 后缀 也就是direct passive 或者我们叫它patient focus 也就是受试者焦点 这样的动词呢 请你把它的四种动词变化 塞进正确的格子里面 给你带来的地方 我可以带来的地方 好 好 我可以带来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